就是這個低空投放兵力的畫面 我軍直升機上依序落下特戰人員和突擊焦州 執行水際滲透任務 而這也是美台協訓的重要課目之一 兩方有軍事上的合作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隨著近期類似消息不斷曝光 對岸軍事動作似乎也越來越多 解放軍驅逐艦隊 這幾天在東海時代演訓 專家分析主要是為了制衡美日澳 也同時帶給台灣壓力 針對就是美日的可能合作 特別是印太司令 他訪問日本 那雙方可能會在釣魚台附近進行軍演 這也就是涉及到他的政治目的 而美中台不只軍事上 燕校位十足 在經濟上也有動作 是一個制度化 政府對政府的機制 預計將每年召開 不會因為政黨輪替而有所影響 被視為美台最高層級的經濟戰略對話平臺 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今年邁入第二屆 美國國務院幾天前就宣布 對話將在美東時間二十二號視訊登場 由國務院次卿費南德茲擔任主團 還說台美是建立在強健的雙向貿易投資 及共同捍衛民主自由的價值之上 而我方將由經濟部長王美花 科技部長吳正中代表出席 討論重點將放在半導體供應鏈等等 而美中台三方的博弈似乎也在升級中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